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她知道这一天迟早回来 除非她闭嘴 低头 她在一次讲话中称中共是政治僵尸 不点名地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 她在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去世后 参与签名要求言论自由 她说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是强暴香港人民 8月17日星期一 为共产党培养了近40年干部的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被校方越洋电话通知 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真可谓虽远必诛 该校的公告还称 蔡霞发表的言论有严重政治问题 损害国家声誉 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蔡霞周一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 记者专访时表示 自己无一与中共黑帮为伍 很高兴归队回到民众的行列里 她说 中共党内希望换掉习近平的声音 早已成为普遍想法 但在集权监控下人人自危 蔡霞称 习近平让党内民主彻底消失 在2001年到2006年左右的五六年间 中共党内思想是很活跃的 因为大家都在希望通过对理论的思考 将党内民主往前推进 解决中国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完善 市场经济的完善 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以后 空间就越来越紧张 那么党内要换领导人的声音有多大呢 蔡霞认为 虽然不是有组织的酝酿 但换掉习近平已成党内普遍想法 习近平是一个黑帮老大 要一条道走到黑 中国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换领导人 从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后半段时 党内就已经议论了这些事情 因为2018年的修行不仅是个错误 在一定上讲 它是一种犯罪 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把整个国家倒退了一百多年 蔡霞还谈到中美贸易战 说在开打初期 他与党内同仁讨论如何判断中美对抗局势 蔡霞说 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开打的时候 他在北京 他当时的看法是 中国共产党跟美国政府的贸易战 是两个劣势相加 美国是两个优势相加 中共必输无疑 蔡霞认为 美国的制度是三权分立 对总统是有制衡的 还有媒体监督 这是美国的制度优势 因为可以制约总统 使总统在一定程度上 不可以任意妄为 这种制度的优势 使得总统在重大决策上 不容易出太大的差错 毕竟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是总统说了算的 而川普的个人优势很明显 首先 他多年经商 知道市场经济 不是门外汉 比习近平更懂市场经济 第二 他的性格优势 强悍 我们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使他有这个压倒性的气势 美国的实力 配上了川普的性格优势 相比之下 中国是一个极权专制的制度 信息是不通的 真实情况反映不到上面去 决策又没有民主 决策以后错和不错 由领导人个人来判断 别人不敢说话 所以中共没有救错能力 这是制度的劣势 蔡霞说 习近平没有现在市场经济的知识 他又特别想要管经济 挣着权力什么都插手 你想他能管好吗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权力的任意妄为 没有人能制约 又没有知识 又没有头脑的决策能力 蔡霞最后认为 习近平个人知识的缺陷 性格的缺陷 眼见的缺陷 加上中共的制度的缺陷 是习的四大缺陷 这就是列列相加 结果可想而知 蔡霞出生于1952年 退休前在中央党校 党建教研部任教近40年 中央党校不仅是 中共培养领导干部 和研究相关理论的学校 中共历代领导人如毛泽东 胡锦涛 习近平都兼任党校校长 蔡霞的声音 因此被视为来自 中共核心的反对声音 流亡海外的89名人士 王丹也在脸书上评论说 蔡霞是正统的红二代 其外祖父是中共元老之一 王丹认为 连中共自己的子弟 都已经承认 中共是一个黑帮一样的政党 蔡宇中共的决裂 绝不仅仅代表她一个人 她这样的举动极具异议 象征中共红二代已经分裂 同一天 蔡霞也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 她称 比起被开除党籍 取消退休待遇 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更大 各大微信群里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这件事情 短短的几个小时里 蔡霞的电话就没停过 许多人留言 发邮件 打电话对她表示支持 令她非常感动 她觉得公道自在人心 也有不少朋友对她说 一定要打官司 要有个合理的说法 对于中国共产党把敢于说话的人 开除出去 很多人并不意外 她本来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嘛 蔡霞说 但是把政治观点不同和一个人的养老权利挂钩 把养老的待遇拿掉 等于就是剥夺你生存的权利 这一点震动了整个中国社会 蔡霞表示 我要跟他们打这个官司 走法律程序来捍卫我自己的权利 不管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什么结果 但是我的权利不允许任何人轻易的侵犯 蔡霞认为 共产党现在千方百计去压制不同声音 下狠手去清洗和打压党内人士 就是因为它陷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状态 从2019年起 整个党的核心工作就围绕四个字 政治安全 也就是政权安全 说白了 就是习近平个人权利地位的安全 它其实不安全感是最强的 因此它要用全部的资源 来保证它自己的位子坐稳了 然后它要用全部的力量 来打压任何一点点声音 其实现在我觉得 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惊弓之鸟 中共是一个政治僵尸 从这个党本身来讲 它是不可能完成 中国的转型这个历史任务 所以它必须要下去 她说 不是我们让它下 而是整个历史就会把它抛掉 蔡霞又说 不可否认的是 中共9000万名党员 还是有相当多的社会精英 这部分精英的力量 要凝聚起来 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 而是可以另外阻挡 和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沟通 重新组合政治力量 来促成中国政治转型 推动国家进步 她再三强调 体制内外的精英可以合作 但在这个转型过程里 共产党的政治外壳 必须被抛掉 蔡霞说 恢复高考后的 7778级这批人 受了高等教育 很多人又出国考察 留学 领导改革开放的实际工作 他们的思想观念 是在邓小平时代形成的 价值许舍 和对世界大事的认识 和习近平是截然不同的 习是整个一个人 就跟时代隔学了一样 蔡霞说 蔡霞也谈到 中国人大硕士毕业生 雷扬案对她的影响 2016年5月7日 就职于中共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生态为民中心主任的雷扬 在自己与妻子 结婚纪念日的当天 被北京公安局 暴力执法后 离开人事 半年后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 以犯罪情节轻微 能够认罪回罪为由 对五名涉案警务人员 玩忽执手案 依法做出不起诉决定 2016年底 蔡霞教授就在网络上 发表了这样的留言 雷扬案目前这个结局 彻底粉碎了权力残存的 最后一点点公信力 粉碎了所有正义之人的 最后一点善良的幻想和希望 从此以后 连心将与权力彻底分道扬镳 中国人的古话 先礼而后兵 此后的局势走向 和平之路将极为渺茫 寒冬冰封 大概是不可能春风化了的 而将是地火融了的 让我们在历史的隧道里 共同坚守我们内心的亮光 中共官媒8月4日报道 中共空军的SU-30MKK战斗机 在南海上空进行了10小时的巡逻 打破了空军此前8.5小时的记录 这架战斗机 从中国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 途中曾两次从 1278空中加油机加油 美国外交家网站发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史托瑞的文章说 中共军机飞越的是南沙群岛主臂礁 那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7个人造岛之一 拥有3300米长的跑道 永暑礁和美气礁也见有长跑道 但一位专家指出 此事无意中暴露了中共空军的弱点 使用两架1278加油机 消耗了空军三分之二的重型加油机 这表明在南海冲突中 中共空军无法将大量飞机送入战区 并保持战斗力 过去中国曾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部署战斗机 包括7月份部署的8架 南沙群岛永暑交的跑道启用后 2016年1月 两架商用飞机在那里降落 过去两年中 解放军的运输机和海上巡逻机 已经飞行到人工岛 最近的一次在4月份 然而从来没有空军战斗机降落在 美激礁 主臂礁 永属礁 这次任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SU-30S没有在主臂礁着陆和加油 有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是政治问题 中国不向人造岛屿部署战斗机 是否为了避免加剧与东南亚国家的紧张关系 但过去几个月 中国挑衅性地派遣海警船和调查船 进入越南 马来西亚 文莱和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并不在乎民运受损 因此可以排除政治顾虑的可能性 二是飞机维修问题 海洋延误弥漫的高湿度环境 腐蚀金属 影响战斗机的运作 但中国已经在人道早已建造了大型机库 其中一些可能有空调设施 只在美机礁 储币礁 永属礁部署几天 加上有大水冲洗 不会给战机造成太多的损耗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 如果是真的 就会给中共的国防规划者 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包括飞机跑道在内 人造岛设施的整体结构 未达到最佳标准 解放军空军不敢放心使用 主必交的填海工程 2014年初开始 但书军尚未完成 飞机跑道和辅助设施 已经开始开工 2016年年中跑道完工 通常的行业惯例 是要让填海形成的土地 自然沉降几个月甚至几年 日本关系机场也建在人造岛上 自1994年开放以来 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补救工作 但仍然一直受到 土地沉降问题的困扰 中共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 更使人们对人造岛屿的 结构完整性存疑 中共军工综合体的 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2019年7月 建造中共第一艘国产航母 辽宁号的苏波 因贪腐罪被判经济12年 2020年5月 中共航母建设项目负责人 胡文明被控腐败 以及向外国泄露机密 如果三个环郊人造岛上的 飞机跑道正在下沉或破裂 从卫星图像不容易察觉 速度较慢的沃伦螺旋桨飞机 如军式用输机和海上巡逻 可以使用这种跑道 如3月和4月降落在永暑郊 但高速战斗机 对跑道表面的完整性要求高得多 对形象敏感的解放军 如果担心在这三个人造岛机上 发生恶性事故 只能避免在那里起降战斗机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